你要饿什么 一声声热油下锅的滋滋作响 慌勇看的 勇听的就让人垂涎三尺 每天都要买一个 为什么呢 味道好吃起来顺口 萝卜吃饼一大堆 它这个老店了 所以有时候排队排得好长 好 我们说要吃的 我们家人都要吃的 我们老公都要吃的 那很脆 很好吃 我们老公都要吃的 常常买菜就说 不要买买的 妈妈你还帮我带 是好吃的 这大片子 你如果不买吃 你就会帮你面前好吃的 从年轻吃到变老顾客 每天来一片也不厌倦 还有外送员也吃成了老主顾 来到台北市无形街的传统菜市场 说起这一摊几乎无人不小 小小的摊位只卖两样东西 萝卜丝饼跟红豆饼 一甜一咸就能够卤过 口渴的味 里面的汁呢 是真的是红豆 不是红豆泥喔 一般都是红豆泥 甜不腻 然后外馅呢 很酥脆 很好吃 我觉得就是皮薄馅多 所以我会把我的饼皮 拍得比较薄一点 因为你吃起来 它有那种脆度有比较劲 咸咸的萝卜丝饼 满满的白萝卜丝 加上些许青葱 红萝卜丝和虾米点缀 而甜甜的红豆饼 都是店家辛苦熬了 一整天的红豆泥 在受干之后 才能做成内馅 包入Q弹的面皮 手劲反复拍打 现炸 现吃 这也难怪 经常吸引满满的排队人潮 虽然是路边小吃 但是老板在成本上 可是标榜五星级 坚持做给客人吃的 就当作自己家人要吃的 2014年爆发黑心油事件 为了让客人安心 也兼顾健康 马上改用成本较高 但是卖高温油炸的葵花油 我当然一定先试用 我觉得有没有跟我的饼而合 就那刚刚跟我的饼OK 对 所以我才 就开始一直用葵花油 对 然后它刚好就是 反正就是它的高温 而且葵花油 人家吃了也比较安心 这种良心的事业 你给人家吃好的东西 相对我们自己也在吃 那你给人家吃了这么好的东西 人家觉得 有信爱我们 毕竟我们都已经快五十年了 好 等一下 八茶 八茶 老汤味屹立在巷子口 甜甜传伤 就连在疫情期间也照常出摊 就是怕老顾客吃不到 这熟悉的四十多年好味道 每一口吃得到 萝卜丝的鲜甜多汁 以及胡椒调味的香气 还有炸得酥酥脆脆 却一点也不油腻的面皮 喜欢吃辣的也能自己加味 克制属于自己的好味道 天天现包现做现炸的萝卜丝饼 就是这巷子口的树米美味 每天早上四点负责备料的老板 就得要开始进行萝卜大战 合作四十多年的菜饭 送来最新鲜当季的白萝卜 从洗萝卜开始削萝卜皮 到最后还要用机器 刷出满满六大盆 超过九十台斤的萝卜丝 冬天那时候萝卜最好吃 过年那时候萝卜是最好吃的时候 那都是那个沙土 那是最好吃 可是那时候量很大 到这个时候沙土快没有了 就变红土 红土就比较脆 那给它软 最少要拌三次了 而好吃的秘诀就在这里 这一盆一盆的拌料 调味 份量的掌握就是关键 常常硬盲完已经三个多小时 冬冬 已经高龄八十几岁的 第一代创办人阮王麦 年轻时从外省邻居手上 学到了作品的技术 靠着这小小摊子养活一家子 现在炸起饼来 还是一样不嫌生疏 即使看到女儿跟女婿 放弃了空调事业 一同转职 接下这萝卜丝饼 完美传承这独家的好味道 都已经超过十十年了 却还是忍不住会口头知道 不吃是客人只说他们要吃就没了 我不知道说好 他来吃 不 都差不多了 料都同样 我有在那里在配 大家客人都在来 刚才开始也是不幸的 一定年很大 然后罵说不错 让客人来吃 你刚才来一定要让客人来吃 那么多 没关系 慢慢慢慢的 我就抓得比较准了一点 就是经验 佐料仍然不会擦 擦的话生意就等了 是不是 差不多 都同样 那些放弄 鱼的鱼也不同 鱼的鱼也不同 不同样就没生意 鱼也对吧 鱼要在做什么 那都四个吗 谢谢 近几年第三代也开始接手 不仅找了店面 还以中央厨房的方式 将制作过程 用SOP的步骤来把关品质 你们是三个家蛋 对 我想要试试看 接着爸妈的事业来做 但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那我其实对做一个品牌 其实还蛮有兴趣的 加上自己本身也是做设计 然后也是有做品牌经验 那我觉得去 做一个这样的老品牌 去维系它 其实我应该蛮有兴趣 我也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很好 熟练到不行的老板娘熟芬 信手拈来 赶过一个又一个的萝卜丝饼 全品丰富的手感 但儿子刘绝明却规定员工 必须要几公克 几公克的秤 才能够保持产品的口味 跟分量一致的标准 庶民小吃 从一个五块钱卖到现在 三十五块钱一个 还是一样同买价 传承到第三代 要给客人的好味道 这样的初衷却没有改变过 谢谢 谢谢 一个炒锅变出十道菜色 最厲害的是金三角 來購買炒飯炒米來購買 三十 塞得滿滿的餐盒 不管炒飯炒麵炒米粉 一份都是三十塊 在台北信義區的市場 賣出這樣的福興價 難怪顧客們都要暴動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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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賣太高了就不買了 去八年都沒有調價點 有啦 本來是 他們一年是一個三十 兩個五十 後來只有幾年才改一個三十 只有這個改 全部都沒有改 這一個三十 滿滿的還是很便宜啊 客人還會幫你沙架呢 還沙架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料這麼多 三十塊真的 對啊 客人當然都要沙架的時候 兩百五十的時候 沒辦法 現在東西都漲價了 老闆娘黃球花八年來不漲價 還能撐得下去 主要也是因為 人類都是自家生產 她有三個孫子 每一個都聽阿嬤的話 那個是大孫子嗎 對 它是大孫子的 它是大孫子的草 對 那第二個孫子呢 等一下會來 等一下幫我用這個 來 謝謝 還小的呢 小的嗎 打掃機 洗盤子喔 然後你那個層氣很好耶 三個孫子 小虎隊喔 對啊 那你怎麼那麼 這麼好說來幫阿嬤 那當然 說在家裡無聊啊 無聊就出來啊 對啊 不才快嗎 好命啊 好 要不要撿 對啊 那比較不會無聊 對啊 吃了比較 快樂 這要一趴嗎 有發出一趴嗎 有啊 沒有 沒有 我洗水都可能會出來 對 等我到喔 對不對 那小的就是聰明 對 所以你要麻煩你出家裡嗎 好 三趴 阿嬤說你本來在餐廳喔 對啊 那他逼你來的嗎 算 算是喔 薪水還可以嗎 但是這邊比較多 這邊比較多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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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了嗎 金錢又厚 金錢又厚喔 亂講話 對 都可以 在那邊 有一個空空 阿嬤比較好 那邊比較無聊 請阿嬤的薪水好不好 對 多的 都要快 好啊 跟阿嬤一起工作很快樂 對啊 阿嬤不會做人喔 會啊 會喔 對 不怪我嗎 對 要爽 沒關係 要爽 準備兩隻包喔 對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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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炒完炒麵來看看啦 我媽媽有用炒麵去炒 来 炒米来看看啦 来 看看都很炒 祖孙党熟食快炒 已经在市场火红了八年 穷化阿嬷说 原本掌烧的是儿子 但是儿子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 重伤了元气 不然那时候医生说 三天没有办法 处理会死掉 所以那本来你儿子跟你在这里 本来儿子是还有一餐 后来长孙代父出征 从十七岁就开始陪着他 跑遍南北市场 靠着一个锅子打出天下 你觉得他的手艺怎么样 还好 不错 人家客人喜欢吃他的菜 味道 蛋 又好吃 又有香 香味 原本和先生百路边摊 卖鹅仔米酸 卖鹅肉 但生意始终没有起色 只能勉强服口 后来看好台北黄昏市场的 熟食商机 穷化阿嬷就想评评看吧 不评怎么知道有没有机会呢 卖鹅肉的时候 人家餐厅一条开了很多间 会分开 生意比较不好 对 他那个房子要贵 那时候我活不来 活不来才会说 我找市场找看看 做看看 就是这样 那时候市场人 没有那么多人在做这个 以前没有这么多人在做 现在你看走到哪里就有了 你说这个山锅这样是先生设计的 对啊 他怎么会想到要弄这样 因为我跟妳讲 没设这样 这个炒饭是不是干的 炒面有点湿湿的 水会跑过来 不然变烂烂的 这样 很厉害 这样把它围着 它不会跑出来 不会跑过来 许多上班族 或者不想开火的主妇们 我家前都会来筹划 骂的摊子转一转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彩色 像是今日的 拾木鱼肚和炒公螺 都是下饭的新彩色 三十块 对啦 台北这边很少啦 我是从汐止那边过来 这边买啊 这边坐公车 再坐捷运过来买 它来 不会啊 因为它东西蛮好吃的 炒的也蛮好吃的 那你最爱吃哪一个啊 我最喜欢吃它的那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两样 对 客家虾嫂跟那个 姜丝大嫂 你看因为买过了 所以换着吃啊 客人喜欢尝鲜 但是食样菜要怎么组合 要怎么随着季节 气温 行与转换 可真伤透老板娘的脑筋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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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市场的时候 不知道要买什么 这边要买什么 要买两百 客人一讲说 叫我买青菜啊 青菜没办法 好 炒出来会黑黑的 人家不买 我想到晚上都在想说 要买什么 对啊 明年要退休了 明年要退休了 六十五岁了啊 你要去交给他 很累了啦 交给您亲人啊 太累了 太累了啦 这早上也要去补菜 带荒南市场啊 你也想要退休了吗 太累了 让他发薪水给你 他去上班 哈哈 哈哈 来 买什么 嘴巴上喊着想退休 想翘爬领孙子的薪水 但是婆婆妈妈们逛熟食摊的日常 怎能少了阿嬷爽朗的招呼声呢 来 炒盆孙子来看看 这家 两个八号 传统市场确实渐渐没落了 但是还是有许多人 喜欢钻在人群里 喜欢听摊商的吆喝声 喜欢明知顾问的杀架 这是最贴近市井的脉动和气息 生动和真实 没有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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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迈的店什么都比大 以鲜肉为主的水饺 是一般的两倍大 因为它的分量很够 所以此刻其实就非常的饱俗 大 然后口味很好 里面的肉的馅料很扎实 然后吃起来就是很饱满的感觉 我自己以前可以吃20颗 躲进这个上班族的族群 觉得就是说 它们能够在数量不是很多下 它们就能够吃饱料 除了水饺大以外 牛肉 牛腱 烟熏松板猪 猪肠 菇类 焦糖 豆干 白叶 萝卜 海带 面道都快打结的滷味品项 多达30几种 切成拼盘堆得像做小山 再淋上香油 蒜酱 还有自恋的辣椒 看了就让人想流口水 很多人甚至是把滷味当饭再吃 而且它的滷味就是很好吃 我特别喜欢吃它的海带还有豆干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香气 这个feel有做出来 呈现出来就是一大盘 很丰盛的感觉 他们就觉得也有好吃就这样 广东人的刘庆辉老板 当完兵以后就没离开过餐饮 30多年下来 台菜炭烤和日本料理 川菜统统难不倒他 但最钟情的始终是面食类 我是面食动物 我可以三个月不吃饭 我都在吃面食的 就在十多年前 因应南港科学园区的大批时刻 于是它开启以大块头为特色的水饺店 水饺丢下去的时候 比较重会沉淀 所以呢 我们的勺子 尽量不要碰到水饺 都在摇这个水面 摇水面的时候呢 它水饺就会自己会动 不要让它沾锅 这么大颗的水饺 也得用超大锅子来伺候 一次可以下40颗 要好吃 除了汗味皮不能破以外 还有一个小技巧 到它最后的时候 再用大锅滚一下 让它整个蓬照 把那个水浆汁逼出来 那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 刚出炉的水饺 水水嫩嫩 超大鲜肉馅 加上点点绿酒 若饮若馅 最高纪录 有位壮汉 年轻时一次可以吃下40颗 但振斗力逐年渐渐 现在顶多10颗 外加一盘乳味 味就投降了 我们平常的话就是六颗尾蟹 应付小姐上班族的这样子 六颗尾蟹 它很多大蓝色 也都是六颗尾蟹 都这样子就饱了 数十年来如一日 每天半夜就是跑市场 刘老板说 那是他的最爱 例如为了买到好品质的韭菜 他不惜一个市场 跑过一个市场 喜欢他的学校才喜欢他 他很能做 很勤劳 以后会 不知道什么情况 竹兰来自越南 自从两人结婚后 刘老板半夜就可以专心去采买 白天店里竹兰就是大当家 有时候会上旺课吧 上旺课是一个中午 來 小心烫啊 來 小心烫 來 小心烫 來 小心烫啊 他年轻 他有上信心 他是我的非常好的肌肉 上肉或是肩胛肉 猪腿肉 他会...他们一只猪就是 就是这几块肉可以来做瘦肉 那种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取得就是 八瘦二肥这样子 清晨宰杀的温体猪 立刻放进冰箱保存 用冰过后的肉搅成馅 大小就介于包子馅和供丸煎 这是刘老板试验过 能爆出汤汁的方式之一 而饺子大虽大 也有细致的一面 就是双折 然后呢 它可以看到那个折 折线出来 稍微拉一下以后 往这边收上来 这边在一起收上来 这样就会合成 因为这就是水饺的美感 虽然豪迈也要讲条美感 对 这一份豪迈也展现在乳味上 食材都是每天的新鲜货 一大早放进锅里 夹些辛香料和卤包 就现卤现卖 如果仔细去感受 会发现它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该加的我们都加 不该加不会去加 食材新鲜 秉持的这个传统的 这些调配的方式 三十几种乳味 乳丸放凉 女孩子必须三个人合力 才能完成上架 其中的烟熏松板珠 刘老板特别自豪 我们十几年前我就在取用这个食材 那时候单价不高 那时候用的好过瘾喔 我一直拿回来 客消费者吃了过瘾 我价钱也能够利润都很好 当现在大家都普遍都知道 有这个松板肉的时候 它的物价就垂直就增高了 厚厚的香菇不仅吸爆湯汁 而且非常入味 卤香菇这个东西要卤到它入味 那香菇的那个嚼劲 跟它的咬劲就完全不一样 会爆浆 那时候香菇真的很香甜 许多人的最爱豆皮 这是请业者特别客制化 是一般的两倍厚 口感扎实 吃起来特别过瘾 早上十一点营业 老淘急的就知道先在门口 拿着大盘子将乳味给挑好 工作人员接手 边算账边切 然后丢进乳汤里再烫过 全程一分钟内处理好 他们全是外籍娘子军 当然都很感恩他们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应该不要怕吃苦 勇敢地踏出来 一定有机会 来 小心烫啊 大话烫到啊 娘子军打前锋的饺子店 忙中有序 每天总是人潮爆满 刘老板一度想加入战局 但眼睛老花 仗会算错 水饺也会看花 因此她说 还是乖乖在深夜出没 和暗黑市场打交道 才买回最新鲜食材 让大家吃得开心最重要 古妈妈你的一排一腿 第一代的八千排 其中两个要吗 好不然她现在 购买了一个大方便再开 然后两个鸡块就对了 好 没问题 鸡肉比较嫩 然后吃起来感觉 我觉得跟别的地方的鸡排 不太一样 口感很好 忙不过来啦 这个没有办法 又要下又要炭肉 又要包起来的话太忙了 午餐时间 中校东路五段行啊来 正家的快餐店 生育人潮一坡接一坡 就像是油炸机里的温度一样 火热沸腾 姐姐正会以嘴巴招呼客人 双手还得忙着包装出餐 外送鸡排便当的机车 不断出车回航再出车 配合客人点餐的节奏 油炸手郑一达站稳油炸机前 没机会离开半步 沾粉下锅一坡一坡 轮流轰炸新台币 重点是让粉 裹在鸡排上面保护它 不要让它的水分 一下子被散开 所以只要轻轻一层就好 然后吃起来有酥脆的感觉 就OK 鸡腿是炸四分钟 鸡排三分钟 很久以前是没有用时间 你就会容易说 可能一忙过头就炸过手 肉汁就比较没那么多 卖的是看起来很普通的米饭和面食 便当不用说 卤肉饭 蛋煲饭 甚至是汤面 客人都还要再加一块鸡排或是炸鸡 想当然耳 是店里的人气第一名 但该写上鸡排十足四个大字 就知道这招牌来头不小 应该刚开始就是我们开始做的 可以这有证据耶 可以证据耶 可以证据鸡排十足 对 有信心 有 老板娘李秀卿信誓旦旦 自豪自己是全台湾鸡排十足 不光是拍胸脯就有信度 超狂头衔可是有官方的数字当佐证 2006年农委会举办黄金鸡排江年华 评选美味鸡排王 还从禽肉行销协会的大数据中 从全台湾2万多家咸酥鸡和鸡排店中 找到31年前 鸡胸肉最早的大量进货资料 寻现找到现在还在营业的李秀卿 是现役店家当中的鸡排十足 我们的前面可能也有人有卖 但是他们后来没做了 我们是从开始一直做到现在还在做 所以他们是有这一条线在找出来 所以我们是最早的 谁用的来 你请说 小姐的鸡排饭好了 外酥内嫩比手掌还大的炸鸡排 是学生和上班族最爱的平民美食 但30多年前还不多见 排不上国民小吃名单 民国75年左右 李秀卿和先生打算做小吃生意 左思右想逆向思考 意外替自己和台湾肉鸡开启了新前途 30多年前鸡胸肉是没有人要吃的 吃起来柴柴的嘛 一般我们台湾人是不吃肉鸡的 一般家庭都是吃土鸡啦 防土鸡啦 大家都不吃 那时候价钱又比较便宜 那我们就给他开发一个大家都会吃的 又好吃又有怀念的味道的 那时李秀卿不断的试炸 在搬到现在的新店面之前 宁安街一坐30年 是附近玉达高职和台北体院学生的最爱 生意强强棍 忙到女儿郑慧怡 从学生时代一路帮忙母亲到结婚生子 还每天回家做生意而理所当然 吃不腻 自己我现在天天站在这边炸 我也是会自己一直偷吃啊 正妈妈好吃的秘诀都在厨房里 当天现在不经过冷冻的鸡胸肉 保留肉汁甜分 利用细致刀工去骨切片 缩短油炸时间 机器搅拌按摩 腌刺一碗入味 隔天成为韬客嘴里的鲜嫩多汁小鲜肉 甜甜备料甜甜新鲜 是持续30年的不省事基本功 以前是泡在里面然后用手按摩 所以我妈妈她们那一辈很辛苦 她们卖很比现在量还大很多 但是她们每一天是一片一片 爱爱爱爱爱 然后一片一片做 所以久了 但为什么要留在妈妈身边做事 就是有一点这个关系 其实在成为鸡排女王之前 郑妈妈还闲闲做的是录影带出租店 一次被小偷大搬家的惨痛经验 才让郑妈妈有了转换跑道的契机 录影带那时候有一两百片 然后录影机有四五台 那时候都是吃那个A烤回来 自己烤B烤的那种的 那种那时候的袋子很贵 那一只袋子就好像一千块吧 三十年前负债三百万 可以买一间台北市的公寓 是不小的树木 为了一家子的生活 得把危机变成转机 这妈妈从零做起 奋斗三十年靠着鸡排 从租屋到现在坐拥两间房子 还是不肯松懈 要过生活嘛 你就是要想办法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拼命的赚 可以赚就是拼命赚 现在儿子女儿接棒 李秀卿还是天天盯场 珍惜每个可以忙碌的日子 而第二代郑一达 头顶妈妈鸡排十足的光环 齐取在新店面 脚步站得更稳之后 能够前进夜市以及站区 和知名的鸡排连锁店 一较高下 自己说当然是有信心啊 想认真做的东西 好吃 不怕没有客人 郑妈妈到底是不是十足 也许有人怀疑 但一样事情做三十年 最老牌绝对毋庸置疑 郑家的油锅酥炸的 除了美味还有坚持到底 就是专业的TG起事 向海的梯田是长冰的宝盒 收尽天光云影和仪式的美丽 刚跨完年 大清早长冰国小来了一群陌生的叔叔阿姨 偏远的校园很少有外人造访 小朋友相当好奇 这些阿姨叔叔们 是来自台湾各地的主厨和烘焙师 这趟远赴长冰 是为了烹煮道地的法式料理 给孩子们吃 这些大厨们也是 每一年甚至都会先跟我讲说 许昕怡今年要做我一定要来喔 基本上都是 甚至一年前就跟我订阅说 他们一定要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那种高手过招 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成就感 让大家就觉得好像每年来 是一个很过瘾的事情 锅碗 调粉 食材什么的 好几大箱这样 对 就是希望给他们一个完整的体验 当然我们会比较费工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 等一下看到小朋友的校园 应该是值得的 艺组团团长许昕怡 原本在国际时尚杂志 担任总编辑 华丽转身进入餐饮界 是因为对美食的热爱 他也乐于分享这份热爱 所以每年都会号召主厨们 到偏乡版的 这场把法式餐点搬进校园的活动 负责的是台北知名法式餐厅主厨 郑义淳 Josh 我觉得是用最精... 因为其实我有几道菜是法国菜 比较... 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学 或者比较那个... 比较经典的一些 餐酒馆的一些菜肴 对 所以希望他从食材跟餐点 去认识一个国家 对 先从这样子的兴趣去认识 就是每个国家的文化 库克的三明治 小小的肉的一个三明治 然后第二道菜是玉米农糖 对 但加入了一些新的概念 再下一道是油风鸭腿 那... 对 然后油风鸭腿的话 是用... 宜兰的... 好野鸭 最后甜点是一个巴巴 巴巴是用五种柑橘去弄的 那其中一个比较香气 比较特殊的是用台湾的香泥 对Josh来说 开菜单不难 难的是 要怎么在没有炉具 没有烤箱的学校厨房 做出精致的法国菜呢 因为我这里没有烤箱 哦 对 所以这样会有烤箱 慢慢剪 慢慢剪 对 这背上比较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比较正统的做法 会改变 尽管设备简单 该有的工序 该有的层次 大厨们可没想妥协 至少的话就是希望它会在喝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层次在 对 那因为我原本的玉米汤是用黄玉米 对 那这一个是用水果玉米 然后味道比较甜 所以你咬到的时候 它那个甜度会出来 然后增加一点炭香 然后加一点柠檬叶 让它有点比较清新的感觉 可能我们一个小的玉米浓汤 但我们会想不同的 汤汤 层次去凸显这一个汤 这样 所以你说这个位置吗 要这样烤 我想要让它的那个 蝦子的甲壳味比较重 而丢到它里面也要这么繁琐 能够买 对 因为吃起来会有 比较不一样的层次 擺盘当然也不能马虎 这样的厨房 对Josh团队来说 确实充满挑战 他平常工作的地点 是位在台北信义区 四十七楼的高空景观餐厅 被涛客封为云端上的米其林 是位置 煮菜准备 一个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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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要注意 对 因为煮太胖了 煮不进去 鱼籽酱等一下会放上去 结合在地食材和法式料理 烹调的精脆 堆叠出丰富的层次 碰撞出清新的口感 所以鬼头刀可以是前菜 猪叉烧也可以是主食 开幕一年的时间 就荣获米其丁餐盘推荐 Josh累积的 其实是二十年的餐饮资历 把食材好好的运用 把食材好好的运用 对对对 然后把它该要有的价值 呈现出来 就像说鬼头刀 很少人用 但我就会拿来用 就是很频繁 很不起眼的东西 但 对 让它另外一个生命 就像玉米 我们去台东的玉米農堂 就是 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无聊 对 但如果放一点新的巧思进去 还又是不一样 这个来自台中的七年级发餐主厨 第一次吃发式料理 是二十岁 也没到过外国餐饮学校进修 他从餐厅外场打工 开始学起 到现在 带领二十人的团队 在云端厨房做菜 这样的成就 Josh说 完全没有飘飘然的感觉 可以这样回首 就是实际的 台中翻盘子的品 然后到台北高档餐厅的Chef 真的 这个转变真的 应该有很多 我觉得比较蛮辛苦的 蛮辛苦的 对 辛酸面也有 酱汁还是什么的 对 但都忘了 就过了 就都忘了 这一段很辛苦的 其实都 都忘记了 每一年都想要放弃 有这么 这么 这么惨吗 就是觉得很累啊 然后 对 工时很长 然后很累 所以每一年都想要放弃 每一年都撑下来 两三年跟Chef提一次离职 这样 还是有一段 蛮长的路要走 毕竟 从零到现在 然后自己主力的厨房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大半的路要走 对 因为前面是学习 对 但现在是我要给新人东西 让他们学习 成长 回到长滨国小 草地上已经摆好浪漫的桌椅和花式 充满野餐的气息 等待上菜的时间 烘焙界大名鼎鼎的阿光师傅 就带着小学生体验 揉面团的乐趣 游戏 可以 要这样子吗 但是面板做了 那给谁吃啊 要给谁吃 我要从黏住了 可以 对 会变不好吃 好想吃 好想吃 因为就变成没有 就干干的 幼稚园的小小孩 用餐前還有餐飲達人負責解說 小小的三明治 還叫做四次的三明治 小小的三明治 來吃的 沙拉的 你覺得真的還可以這樣 很熱耶 太幸福了 太好吃了 因為可以免費吃飯 對 不用不甜 太幸福了 你以前有吃過法國餐嗎 沒有 第一次喔 對 超好吃的 超好吃喔 那以後長大可以帶女朋友來吃嗎 不行 謝謝 你們蠕蠕蠕蠕的怎麼樣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希望以後他還會來 沒有他出來囉 謝謝 好 來 插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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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的阳光笑容 让艺主团队的心 晒得暖哄哄的 新的一年从爱开始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发心 更美好真诚 来 新面 宝贝 好 我来出汤啊 好 一宽一戏 三宽五戏 两宽 一戏 厨房里锅气沸腾 有红烧汤的辣香 也有大骨清汤的甜 交织在一块 成了韬客味蕾的最大满足 我们家人都很爱 所以有时候就是几乎 一两个礼拜都会外带回家吃这样子 它的东西实在 肉实在 面实在 而且又Q弹 那他们的牛车汤面就是牛车汤而已 因为我也蛮喜欢喝牛车汤 所以它这个就是一语两吃的概念 视觉上就已经是响咽了 对 就可以感觉到就是老店的用心 老店的用心连汤头都可以客制化 浓 咸 淡 讲一声都有调整空间 老一辈的作风 第二代延续 就怕关爱客人的心 被生意巨浪给吞噬了 所以这边的味道都挺在乎吗 师傅跟我啦 如果今天味道不就要找你啊 就是找我啦 对 找我来解救 对 以前是找妈妈啦 现在是找我啦 对 她想到来的时候 她想来的时候她就来 然后她就会来看一下 像她最常走到厨房的是 摸摸这个 看这个热不热 怎么说呢 因为她怕我们打凉的出去给客人 会影响到品质跟口感 好几大锅的汤头 从白天熬到晚上 最自豪的就是不加半滴酱油 酱油的味道会呈现死黑色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单一的味道 那这样子的话 它会比较多元的味道 沐家做牛肉面 已经有四十年历史 是台北医学院旁的老字号 面点西客外 沐老爹 沐传才 回辽宁 学回来的金饼更是撩人胃口 面皮非常干爽 外脆内软 然后我们的这个牛肉 我们的牛腱肉 卤的牛腱肉也是 异地酱油不放的 这也没有异地酱油 配上我们自己的甜面酱 再配上三星葱 它会把那个面香 酱香 葱香 肉香 四香和一体非常好吃 岳父的手艺 传售给女婿周太隆 还一口北京腔 做起面来 一点都没违和感 一个剂子在三十克左右 完全靠手段 然后一定要给卷的花 先卷的花 卷的花的目的是 为了让它有层次感 然后这个花本身 也是个醒面的过程 等客人需要饼的时候 这个花已经醒过了 再擀上饼 擀上饼 放过来烙 烙完以后 像刚才我一样 你要用手拍 再打松软 接受这个饼的 饼的那种面香的脆 和里面的松软 才能结合一体 导师这活得来不易 所以特别标注 静止摄影 七年前 从北京来到牧家 一度因为主张更换面条 要被轰出家门 后来是写了悔过书 才又赢得良老欢欣 也才成功练就 这高温 赤手打饼的大胆手工活 越紧的 不敢拍 不敢拍 你也怕拍到锅上 看到锅都比较烫了 真的很怕 盯着我 有时候老人家就逼着你 逼着你硬拍 拍过去就吃东西了 拍过一次以后 你就可以拍了 铁沙掌做出来的饼 几乎是零负贫 抹了酥油却不油腻 酥脆中咬出内馅的四香 尤其葱白带出的辛辣 看到经营者的用心 今天的葱不好包 今天葱不好包 有点湿 有点湿 下雨 难怪我们 难怪我们留姥姥剥葱 剥到12天 一只两个的都好剥 对 一只两个都好剥 一只的乘一只就不好剥 你没看到我在抠吗 对啊 如果尾巴黄掉 我们也不用 专人伺候每一根三心葱 都理得干干净净 认真做好每一环节 这是来自客家妈妈的交代 当年父亲在军中的薪水微薄 为了养三个小孩 才会摆摊 做起小吃生意 我幼稚园的时候 开始会帮忙收瓦 对 然后小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会切蛋饼 然后在小学毕业之前 我就会打面线了 做起牛肉面 是因为师傅 那个爸爸有一个师傅 练武的师傅 教了他很久 他说那你这样做 没有什么感觉 那你干脆 卖个牛肉面吧 我教你 然后就开始这样踏上 好 我们的牛肉是本地的肉 对 台湾本地肉 香 有牛肉的香味 还有牛肉的甜味 本地的肉就有香味跟甜味 但是唯一的坏处就是 它比较 比较纤维质比较高 对 所以比较柴 他们说的比较柴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牛肉面的牛肉 跟牛排肉的牛肉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不可能是一大口 就把一块肉全部吃完 而且是分小块小块地吃 才会吃出牛肉的香味 但是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一大口吃下去的时候 它会咀嚼在嘴巴里面 它会浮散 因为它纤维之高 自己炒豆瓣酱煸牛油 过去没卖汤面 因为酱汤油料和牛肉 都是等比例 但随着生意越来越好 姐姐莫配鱼改变制成 让美味不变 但顾客吃得到汤面 还能喝到浓郁牛肉汤 只是每次大锅大锅地煮 要不是真有练过 还真是满身酸痛贴的苦力活 这是功夫菜喔 为什么老公都没帮你 都一直在旁边喊加油 正常吧 他又不是专门做这个的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做这个 帮着老公还家 突然间 拿国产的女汉子 变成了贴心的小女人 相差七岁 靠着梅仁婆牵线 大连台北网恋七个月就闪婚 婚后周泰隆来到台湾 全力投入面殿帮忙 来了以后 确实也比较喜欢这边的文化 确实也比较喜欢这边的文化 人和人的相处 我觉得相对来说 是很友善 非常好 所以我特别留恋这边 回到大陆边也不喜欢现在 穆佩宇和妹妹 穆道敏是双胞胎 两人和三妹外加周泰隆 这几年开始接替爸妈工作 各司其职 香气不间断 还多天了讲都讲不腻的笑语 从学生时代就很会做生意啊 应该是就这样吧 最高纪录你有做到几碗 一百多碗吧 对不对 上百碗 对啊 每次都是上百碗 那你们有跟着练习吗 我们的成绩 我们的成绩非常的好 都是第一二名啦 你会直接数捲 第一二名 从后面数来的第一二名 没有啦 我们本来就比较不爱读书 有可能不爱读书啦 不爱读书 是知道他们当时的情况 是啊 都说过 不然啊 他是从 他是从中国来的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情况呢 他是从班达一直做到没有 从路边摊开进店面 有北一的学生吃到成了医生还在吃 也有从沐家卖面线时代就捧场到现在 2019年获得米其林指南餐盘推荐 老店世代有交替 新面孔捍卫着老味道 没给爸妈吃面子 那我们家主要就是特别喜欢吃 所以做餐饮这个也有点关系 視觉效果很重要 海人鸡饭一般都有三种醬料 对 辣椒姜跟姜葱是都会有 爱吃的一家人做餐饮 留穗精 第一 重色 第二 重味道 海南鸡饭油亮亮的黄皮 看得就让人要流口水 很滑嫩 然后而且很juicy 辣酱我觉得加上去以后 还帮它增添更多的风味 他们家的料理没有分什么季节性 我觉得都任何季节来吃都好吃 前一晚才从广东视察回来 一大早又继续埋手黄瓶鸡世界 带有广东腔的刘穗金 香港出身 加拿大念书 23岁开始接触各式餐饮 做鸡它自成一套公式 去头去尾去毛 两斤多的光鸡才进得了大闷锅 幼鸡它大概养殖的时间 大概是60天左右 那这种鸡吃起来又比较润 做嫩鸡要有充裕空间 它机密计算 7只鸡加上30只鸡腿 刚刚好共处一室 不会打裙架又能闷出绝佳口感 不能说是煮 我们是泡手 对 在我来说 我觉得煮的话 火一定要滚嘛 对不对 滚就超过100度了 那就不对了 那煮出来的鸡呢 皮肯定会破掉 里面血管也会破掉 又也不好吃 用电炉精确掌握火候 90度水温在水里泡上30分钟 才可以掀盖 起锅的海南鸡 黄沉沉 颜色艳得诱人 有很多秘密在里面 对 秘密就肯定不能讲 那你看到黄色的话 我们下了一点黄姜粉进去 对 第一 里面的鸡还是会 因为我们用的是韧鸡嘛 韧鸡会有一股烧味 所以黄姜可以去掉那股味道 海南鸡饭最早起源于 中国海南岛的文昌市 20世纪初期 随着移民潮传到东南亚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尼和新加坡 都留下它的美味 刘瑞金的父亲在南洋做生意 细皮嫩肉的鸡 成了他对鸡肉的第一印象 去骨又能保留完整外观 使他念姿在姿的视觉美 这是跟在新加坡师傅旁边 磨了好久才练出的利落刀法 但这双手其实原本玩的是乐器 我第一首歌我写给那个张伯姿唱的 那首歌 第一首歌我还能收到版税 我可以收大概十万块钱港币 大概五十万 然后我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就开始有MP3什么的 我只能收到 写一首歌的话 只能收到可能 两万多台币这样子 加拿大念书 学的是音乐 毕业后回到香港编曲 李克勤 郑秀文都诠释过他的作品 但短短三年时间 盗版猖獗终结了香港音乐产业 他满脑子跳动的音符 被迫画下羞耻符 为了生存 只好走出录音间 我是打算 我能不能在餐饮 以做餐饮为生 赚一些收入 然后再去玩音乐 但现在还没达到目标 这个也还是我的梦想 父亲在中国是位成功的木材商人 没法做音乐后 他用父亲给的第一桶金 在中国一连开了十家餐厅 其中日本料理店不抵反日暴动 在强大的政治打压下 无奈收谈 只留下他最爱的海南鸡饭 我们的饭有两种 一个是黄姜饭 一个是青鸡油饭 我们是把调味料和油先放进去 然后就刚才就和匀 和匀它之后 然后加香蓝叶 还有香茅 还有姜 然后一起去用生的方法来煮的 来自贵州的前兰 爱听刘瑞金的音乐 身份从粉丝变成了刘太太 也从酒店工作转进小餐厅 我的酒店管理 可能跟你们酒店不一样 我不是那种 就是饭店 你们这边台湾叫饭店 对... 所以他跟餐饮业也有联系 嫁机随机 跟着老公到处吃喝 前兰放了十几公斤 贵州家乡味强调 辣酸鲜还有野 刚好就是鸡饭粘的灵魂 三宝酱汁 加有新鲜柠檬的红辣椒酱 豆香浓郁 新加坡进口的老抽 还有每天现打的葱姜蒜酱 姜蒜用来拌饭吃最好吃 对... 蘸鸡也可以啦 所以吃的时候鸡如果搭配 这个老抽的话放在前面 然后下一步可以尝一下那个姜葱 对... 辣椒酱放到最后 南洋风也结合在地食材 用台湾云林的黑蒜 搭配黄金比例的中药材 一碗香醇的黑蒜肉骨茶汤 让客人念念不忘 很像自己家里炖的感觉 有比你炖的好 比我的还好喝 很道地 不错 香港人爱把甜点做成洞 刚好跟热带国家的招牌水果 椰子擦出火花 我们就是用回叶子里面的叶子水 来做成洞 对... 那难度... 最... 最... 比较困难的就是 怎么去把它弄得漂亮 自从做起生意后 日子就变得很忙碌 经常好几天见不到家人 直到日本料理店受到打压 他才惊醒 唯有亲情是夺不走的 保持...不要动...不要下来 保持住 开始把重心放在家庭上 香港念书压力大 喜欢到世界各国玩的他 就带着太太和小孩 到日本放空一年 趁着假期尾声 又转到台湾玩 意外爱上这块土地 我们在临生北路 晚上12点 然后那时候我儿子跟我说 他说他喜欢 他觉得台北好像治安 感觉比较安全一点在街上 那你想想看 就我小孩他自己的感觉 小孩的感受 夫妻俩特别重视 没过多久真的搬来台湾 2017年初 海南京料理跟着登场 这位重感觉的音乐商人 也许下一刻又会发现新的天堂 注定迁徙是生命的体验 更让一家人紧紧的烂吊吊 你要用力才行ar 你要两段吗 两个鞋刮要烂吗 两个鞋刮要烂 没什么 你跌好了 他要鋋到那个 午后的炸鸡灯 难以想象的人墙 一圈圍過一圈 看著醒目的招牌 打量著究竟要啃雞腿 啃雞翅還是吃雞塊 這時手手早已拿起夾子 一陣的狂夾 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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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也是從年輕吃到現在 年輕吃到現在 拉著 我還要把你放開 我先吃雞腿 小朋友愛吃 這每個禮拜都老 每個禮拜都來 對啊 每個禮拜都會來 你都吃哪些 雞翅的雞腿 金黃還泛著油光的雞肉 往往一上架就被搶光 眼看檯面又哭了 溫維翔無縫接軌的 又補上一樓再一樓了 這個要快要有時間去 都算在裡面 這個一鍋差不多58隻 雞腿加腿排 蘸裹著蜜製醬汁的雞肉 快手一次就夾起八隻雞腿下油鍋 動作一氣呵成 不容半點秒差 一般不是有那個什麼雞子氣 對啊 對啊 五肉雞在腦底裡面 油鍋熱 腸也也熱 儘管六月剛過 武藏廟早已滿載 但威蕾就是受不了誘惑 才一周的開始 又要來打牙計 要先炸起來 你要先炸起來 然後吃背好 然後就炸 然後就炸 對 但肉汁很要炸 很小吃到這種還會流汁 對 我真的沒有吃過會流汁的炸 對 走過路過不錯過的年輕人 耐不住這火熱香氣 硬是在人群中狂課了起來 你覺得跟外面的那種 像連鎖那種的有什麼差別 它的雞肉很新鮮 然後它吃的時候 不會有那個雞的薯味 然後它 薯皮那一般外面好像有點juicy 就是這份juicy 薄萃外皮包裹著鮮嫩雞肉 圈住鐵粉 這一回看兒子忙不過來 半退休的溫爸爸 親情提升 也來幫忙看頭看尾 這裡不用錢 這裡不用錢 客人買了都叫兵兵的 回家的幸福感 是我們的炸雞有幸福 真的 沒有啦 沒有啦 阿姨 幫我加蒜頭加薑 對 幸福感的背後 是一連串的堅持和苦力 溫家炸雞在虎林街 黃昏市場已經炸了二十多年 匹方隨著世代輪替 跟著調整 說真的 我炸雞炸了十幾年 用了它的薑加蒜混在一起對不對 腥味 一般肉 嚼 就是多多少少都有雞肉的味道 那個薑跟蒜會壓腥味 它東西嚼筋都頂致的 你不可以 你蓋起來 蒜頭就這麼漂亮 沒有蠻的 那你繳那個繳多久 比你 我二十五歲來今年六十七 那幾年你算看看 我二老年的時候叫妹妹 現在叫阿嬤三 我剛剛 我二十五歲來 他又買很久了 對 他買很久了 就這樣子 我賣的都是比較頂級 像餐廳小紅莓那個頂級的東西 我都找你要 對 他們不嫌貴 沒有我的東西都比較貴 光叫他們家的一包五斤 一包五斤 現在最低蒜頭漲 因為油價也漲 現在差不多一斤就要 五斤 差不多就六百五十塊 阿姨的蔥薑蒜 辣椒小小的攤 卻是餐飲業者 依賴的調料重鎮 文偉鄉認為 用的食材好 品質自然會秀給你看 所以儘管賣價高 還是花下去 裡面蒜泥 薑 一些鹽 就像這些 然後一起攪拌 因為裡面有很多配方 有的不可以公開 所以就只想這一些這樣 所以你剛剛阻止我拍就是 因為很多人想要知道這個配方 你知道 我們要開放加盟 很多人也可以要來開放 但是就是不給人家開放 為什麼 因為開放一下子就那個 怎麼講 以後生意 品管很重要 蒜泥和薑泥 是醃製肌肉最主要的靈魂 多年來就靠著這幾位 在市場站穩腳步 回想從小就跟在老爸身邊 學做生意 一開始在前台包裝 十六年前才進到廚房 學起秘技 這個攪拌差不多時間 差不多要十八分左右 一直吃出來的 吃出來 對 你看我以前六十七公斤 現在差不多已經快九十七了 好吃 因為我也會去吃麥當勞 也會去吃頂瓜瓜 所以偶爾都會吃 但是各有特色就對了 你看我一天 這一天的量 都是當天就要炸完 所以你看量很穩定的 二十多年來 溫拔在大台北拓展出四家店 光假日一天 雞肉用量就高達一千斤 雞飯每天早上送來溫體機 立刻處理 下午就進到油鍋 溫拔說 新鮮的雞肉炸出來 骨頭是白色的 冷凍的就會是黑色 他當年調料隨心情放 到了偉小手上 沒有差不多就好的字眼 現在這個年代 人家早一吃到死嫌 客人就跑光光了 爸爸教的 對 對 不要說 調教的 不是 是他調教 不能這樣講過來 反過來 這樣在我們家族不能 大令不到 個性感質 有話直說 客家人家訓裡的人子立德 孝行是先 偉翔早已內化 以前他 我師父好像也是 以前也是欠人家一千多萬 也是靠炸雞肉翻身的 後來我換我爸 也是欠了不少錢 後來也是靠炸雞肉翻回來 對 所以你看 這個產業 你看台灣什麼最多 炸雞最多 還可以啦 年紀大了 這些聲音有一點變了 因為氣轉很嚴重 高音飆不上去 溫拔其實有些失落 他是台式歌唱訓練班 第一期的學員 好不容易考進去 想一元心夢 卻敵不過高又帥 只好回家賣茶葉 六千斤的量 一個禮拜就賣完 當年錢子像磁鐵班 會自動吸進口袋裡 太太求好心切 奪還要更多 錢進股票期貨市場 卻慘賠超過兩千萬 我說怎麼會虧了這麼多 他說你不要逼我啦 你逼我我就死給你看 那我就怕了 我說在想 他也是要賺錢嘛 只是不會投資而已 我說錢再賺就有了 我就這樣想 我就從來就沒有去想他 他也沒有 就這樣 身為一家之主 他幫太太扛起債務 該怎麼還 他發現市場炸雞攤的生意 特別好 就跟著板橋的師傅學藝 沒多久 就在永和西州早市做起生意 為了盡快還完債 晚上又來虎林街的黃昏市場賣 四年時間 無法回新竹老家祭祖 這是坐後輩最難釋懷的地方 賣著賣著終於把債還光 也掌握住炸無精髓 因為這個麵粉死掉 你怎麼打就像橡皮筋 就炸起來 怎麼炸都不好看 你懂嗎 你像那個 你像有的日本人你知道嗎 那麵包啊 還說什麼會呼吸的麵包 他們就是有這個粉 不是說你今天怎麼打 一定要水一定要慢慢打 慢慢了解它這樣打 你就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你剛剛麵粉死掉的話 你怎麼打都吃都很難看 就像那種橡皮筋一樣 你看 現在我打完的時候 你看起來粉就會覺得很柔和 這種50斤 我就已經攪拌攪成滿身大汗了 那你想想看裡面的那幾百斤 而且沒有機器攪 機器都把那個一直攪攪 把湯汁都鎖進去 然後手蜂腳很累 好 你再看 這個好吃的薯條就是這個濕度 等一下炸就會很漂亮 那個皮不能太厚 皮太厚就不好吃了 那麼又不是吃它的皮 火候也很重要 因為火候太猛的話 炸出來裡面太乾了 也不好吃 要吃出來裡面有用水分 吃起來鬆鬆又甜 很好吃 黃金薯條 黃金入袋 這麼多年下來 進出已經上億元 現在的溫爸爸 終於苦盡甘來 你老闆還是爸爸 對啊 對啊,我還是一樣靈樂心的 對… 他給你的薪水百分之八 滿意,還不滿意就找不到工作 他給你多少薪水 薪水喔 說老實在話 差不多快十萬 算一算 溫維祥也算是炸雞的富二代 但特種部隊受過散兵訓 住過組合屋 耐操耐高溫 曾經滑倒一隻手就插進 滾燙的油鍋裡 二度灼傷 他沒退縮 更沒想過就此享樂 這種就是 把當作一種快樂的想法就好了 對不對 你往悲觀的想法 當然就是越做越累 你也往快樂 每天就覺得說越炸越好吃 自己也喜歡吃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海蛙粿炒粿港式我高 紅彩罐純粿 三八兩百五 加錢趕快 以前我來這邊的時候 炸雞 賣炸雞的有七家 現在剩下我們自己家 大家… 人家都沒有陶螺耶 因為吃了 大家都喜歡我們吃這種的果味 大家都吃久了就習慣了 你這炸雞是有放什麼秘方吧 沒有啊 就是原料新鮮啦 樹棚下站久了 不一定就成了自家天地 還要有過人的功夫 和下定決心的拼勁 這一回溫爸爸有時間回老家 彌補過去的遺憾 失場接地氣的炸雞 就交由溫維祥繼續的開疆劈圖 熱呼呼 蒙了窗井 卻暖靜人心 這一鍋喜趣含義 拉近了人與人間的距離 更嘗到食物最原始的滋味 食材都比較新鮮 然後肉質也比較軟嫩 然後也都是比較有厚度的 就是不管你吃什麼肉都有厚度 然後就是蠻實惠的 我覺得它菜盤擺設方面 都有特別的設計過 讓人看起來就覺得 蠻賞金悅目的 對 吃起來就是也蠻開心 吃飽了卻不負擔 眼前的菜肴 有著巴黎人的婀娜風采 這是七年雞生想傳達的鍋物概念 食材它本身就有賦予它 非常美味的原味 我們不用在於過多的烹煮方式 輕輕這樣汆燙 然後吃起來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每一個食材 它應該有的甜味跟香氣 學的是法式餐飲 他把台式飲食導入法式風 用松露醬和法國鹽之花 取代傳統沙茶沾醬 而醬油是日式加西螺的混血兒 不會過甜也沒太鹹 菜盤也不只是單純的菜盤 我主要在一個區域 我想要對照成一種像捧花的感覺 飯菜常常會用得到一些木頭 石盤 出菜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很龜毛 有時候我就有自己超龜毛 我就覺得說 這不行 我就馬上退回去 這是小鹿出社會11年後 靠自己的力量開出的第一家店 當起生平第一次的老闆 雖然很自豪自家的擺盤設計 但他知道真食材不添加 才是走下去的關鍵力量 有紅蘿蔔 蘋果 高麗菜 然後我們會連高麗菜新豆腐 還有洋蔥 坑布的部分它是會釋放 它的自然的海苔香 台灣的甘蔗 然後用低溫的熬製方式 火鍋湯頭只用蔬果和甘蔗去熬 小火煮後還得燜五六個鐘頭 起鍋後只用鹽巴調味 堅持不再加任何濃縮粉料 最後蔬果香氣足 味道卻相當淡雅 看外面綁架味蕾的湯頭相比 根本不是競爭對手 湯裡就是蠻原味 就是可以吃出它食材的鮮 鮮甜 對 就是我覺得還蠻好吃 蠻細 對 員工一度質疑 賺得了錢嗎 很擔心第三個月就拿不到薪水 沒想到這一份執著 客人吃出來了 越來越多人上門 員工的向心力也越來越強 我覺得我覺得很好喔 就像食材方面 我覺得更進一步的去認識食材 原味的食材 花時間熬煮湯頭 也花青絲自己手做 這是我們的海膽牛肉丸 有花牛的部分 它的油脂含量豐富 然後切製完之後 要不斷地這樣子把它剁碎 開打完之後 我會把它捏成球 放我們自己製製的海膽醬 用食材搭配食材的概念 來製作菜單 因此能自己做的 就盡量不買加工品 我自己的個性我很喜歡就是 今天有一樣食材 它在我的眼前 我會想我要如何去變化它 因為我覺得這條 我會是屬於自己的東西 2015開店前 父母是舉雙手反對 因為他們賣了大半輩子米粉湯 油湯生意實在太辛苦 不希望小孩子也走上這條路 小路叛逆 也明白自己不是讀書的料 但餐飲是他從小熟悉的工作 於是念了相關科系 我一個宜蘭的朋友 他要開了一間火鍋店 那我心裡面想說好 那我就去幫忙他規劃所有的一切 順便看我自己對於 我自己開店的能力到哪裡 所以我就帶他們到 幫忙朋友的火鍋店用餐 說服的父母 因為以前都我很叛逆 也不愛讀書 父母被他的行動力給打動 開始轉而支持他的創業 但籌備期間 父親健康亮起紅燈 罹患了大腸癌 這一個重大打擊讓他省思 入口每一個食物的重要性 因此下定決心 要做一個健康取向的鍋物 用正能量取代負擔 這一番努力 父親儘管在病榻 也相當引以為榮 他們的護士小孩就說 就是那一間我常常訂不到的 那間火鍋店 然後就讓我爸爸覺得 他有一種當董事長的感覺 他有一種很棒的感覺 他就跟我要名片 我就說爸爸 那我給你一盒名片 你拿去醫院罰 給那些護士小姐 你可以跟他們說 我是董事長 為了開店 14歲開始打工 使多年下來賺到的錢 再加上青年創業貸款 以及家人贊助的資金 投注好幾百萬 才真的圓了夢想 現況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因此選料上特別下功夫 像是豬肉片 用的是溫體豬 口感考量外 還因為營養沒有流失 至於海鮮魚貨 買的是整尾的魚 分切食用 而不是經過加工切片處理 避免被加染色劑 和打入氮氣 我們的話 你會感覺他 紅色的部分跟表皮 沒有這麼的完整 那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圓塊處理 那在漏色上面 他也比較不會這麼的紅 你會感覺他呈現的 會是比較屬於白色的狀況 客人口碑相傳 帶動人氣 就連部落客都主動幫他寫推文 接到客人讚美 小路感恩在心 至於批評 不皺美反而更開心 因為這是改進的最快方式 現在就像是塊海鮮體 不斷不斷地吸收養分 等待有朝一日 釋放出更大能量 也讓父母知道 小路並沒有亂撞 正在朝目標前進著 午餐時間都還沒到 這家第一眼實在看不出來 賣什麼的小店 已經有熟門熟路的客人排隊等候 號稱吃了會痛風的澎湃海鮮粥 按照老闆娘當天買的海鮮配料 無菜單卻有誠意 今天有阿嬤 泰國蝦 肉 還有扇貝 魚丸 小捲 魚 還有魚皮 大概快十種吧 我的料就是喜歡這樣 就是要亂客人吃得滿意這樣 老闆娘 林芝儀 在廚房內一人當三人用 一下煮粥 一下炒胡椒蝦 外面很多泰國蝦他們都是 會用的物這樣做 那我們這個做法也類似他們這樣 比較像會讓那個 泰國蝦吃起來更有味道 一下烤鹹豬肉 老闆王科富在廚房外也沒鹹過 燈門買海產的顧客還真不少 這有蛋 如果沒有蛋 拿吃點給我 換一次給你 我那... 鑽子好 沒問題 泰國蝦真的很新鮮 對 而且有雜誌 那當天都是從屏東 那個蝦車運上來的 對 有時候可能就是要等一下 因為假日的話 那個蝦車可能就是會塞車 所以你買到都知道蝦車會塞車 對 蝦車也說 他們都是差不多四點或五點 最晚六點會到 對 當天的都活跳跳的 對 所以就經常來買蝦子 對 那海鮮粥也會來這邊排隊的 對 因為以前他們在光復 市場那邊的我們也吃過 對 然後而且料又實在 很新鮮 就追到這邊來 對 一邊賣粥 一邊賣海產 要不是疫情 要不是房東漲房租 夫妻倆原本在傳統市場擺攤 生意還不錯 但是都遇到了 如果不即刻應變 只能坐以待斃 其實都是內用跟外帶有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就是轉做這個 活海產居多 變成說再讓客人 可以直接帶我家料 遇到疫情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這時候就是看說 誰的應變能力比較快這樣子 就說要趕快轉 因為做餐廳的也不能死守在那邊 下定決心從市場搬到店面 從台中北上打拚的夫妻倆 拿出所有急需裝潢 沒想到面對的 竟然是一場騙局 當時也太忙了 那就他一下子跟我說要水電的錢 一下子跟我說要什麼錢 結果我們過來看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這樣五十幾萬就給他了 當下那時候我坐在這個門口 那時候只有椅子而已 我就望著外面 那時候店裡什麼都沒有用 一下子被騙 一下子又被漲房租 一下子又遇到什麼事情 他就說 我朋友就說 老天爺可能叫你先不要開店 你可能要緩一緩 我跟他說人定勝天 我... 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會去... 自己去爭取 我不會去... 我其實是一個蠻喜歡算命跟迷信的人 但是遇到事情 我不會去退縮 就像那時候遇到疫情 我就去做冷凍的那個海鮮鍋 對 對 那我也是這樣撐過來 那我這樣被騙 我就是沒關係 我會去跟銀行借金創 又去跟朋友借錢 我就是這樣把店開起來 裡面的話會有 我們就是會用這個白蘿蔔 然後會有整顆的高麗菜 對 都會有真材實料 然後會有那個... 雞骨、魚骨 加很多蛤蟆下去熬 而且蛤蟆都是那種 每天新鮮 像這個可以直接拿來吃的蛤蟆 對 我們都會拿來熬湯 然後... 那我們... 在... 最後的時候 有時候 我們還會再加一些我們的螃蟹下去熬 可能有時候說為什麼 這個開店會很不固定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熬湯 就熬了四個小時就覺得還不夠 覺得再多熬 對 熬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讓他們慢慢熬湯 熬海鮮粥的湯頭不計成本 給客人澎湃好料也不計成本 在台北新一區開店開得這麼海派 也難怪同業要碎唸了 算足夠我們賺的就好 不要賺到太多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的價錢是新北市的價錢 所以帶著同業跟你說 你這樣太便宜了 會覺得打壞行情了 無懼流言蜚語 堅持理念 一碗海鮮粥裝成的 不只是夫妻倆的誠心 還有從逆境中拼搏的決心 掀開鍋蓋 一個一個白胖胖的饅頭 整齊的排成圓形在鍋內綻放 就鐵鍋它後面這邊很 就是硬硬的 然後麵很扎實 很愛很愛吃 跟一般的饅頭不一樣 我是覺得說 現在買東西就是要有特殊性 讓人家印象深刻 他們那時候在做這個的時候 要放35個是 他們測試了很久 是35個是剛剛好 包括它的口感 包括它的大小 我們做饅頭是以吃主食為主 不是吃點心為主 所以我們的饅頭 大一般會比外面稍微大一點 這個長型饅頭 形狀像極了羊角 取名為羊角饅頭 道地的北方位 不同遺忘的出入方式 先在大鐵鍋抹上一層油 再將大小一致的生麵糰 貼著鍋邊全起一個圓 所以又叫做貼鍋饅頭 半蒸半煎烤的方式 饅頭表層扎實Q彈 底部金黃酥脆 布的地方是因為它靠近鍋子裡面 鍋子溫度當高的時候 中間要放水 然後以下面烤出來的饅頭是焦的 有一點焦香脆的 然後中間這水是把它以循環的方式 然後讓上面的饅頭增熟 咬起來口感也很好 它比較有嚼勁 那三重饅頭它也有嚼勁 它的嚼勁 沒有烤饅頭的嚼勁要來得好 的原因就是差在於 它饅頭中所殘留的水分 還有麵的硬度的關係 蒸烤饅頭的火候控制 是重要關鍵 環境的溫度水氣 和麵團發酵 以及手工搓揉成型的力道 也是影響成敗的絕對值 包國安從小就看著叔叔們 揉麵團做饅頭 看著看著 映入眼簾的首飾和身段 牢牢的烙印在腦海中 因為以前的老麵 它大部分因為會酸 所以它都會加鹼 那叔叔到後面的時候 他覺得說加鹼 這個東西不是很好 所以後來他就不用鹼 因為那時候酵母 已經開始有出來了 所以他就用酵母 揉好的饅頭的時候 他男朋友勾起來的時候 它是硬 如果你揉不好的時候 捏起來是軟 需要巧勁 他要把那個力量 揉到進去的時候 它那個中心裡面 它是硬 就是它比較紮實 我覺得很硬 你像包包子 像饅頭包包子 也都是一樣 是因為從小看到 他們的那個手勢 領悟的時候 你一抓的時候 抓到那個感覺 一抓到就到了 麵團的造型 有前姿百態 唯獨不變的是手的勁道 神天粗兒壓得 長久下來 雙手都揉出了大小手 我們大部分右手都比較大 手掌都比較大 你在做的時候 它是維持一直在是 腫的狀況 手工的饅頭 它一定是這樣子捲 它一定是有一層 一層一層的這樣捲 如果是機器做 它是不會有這個東西的 這裡面揉得最好 是我 我三叔 它揉得最硬 五個一百 再加五個花卷 八十五 三百八十五 包教人的祖籍在安徽 從小對麵粉 也就不陌生 滿腹捲春情懷的山東味 是包國安的三叔 包麗華 音樂計畫下 和山東老鄰居 學來的功夫 我父親在粉料廠做事 所以有配級麵粉 所以麵粉的來源 都是很充裕的 所以我們從小都有吃 然後我們對這個食物 並不陌生 當完兵二十二歲的時候 那因為也是機緣 這個老鄰居 他本身在做這個行業 那時候我也年紀輕 想找一個工作 剛好他不要做了 然後我說好 那我來做 那時候很簡陋 就是一台機器 然後用手貨麵 然後這個過程 不曉得那麼辛苦 但是那麼辛苦的話 我就不幹了 如今三叔已經退居幕後 雖然不會時常來店裡巡視 但是他每天都吃上一顆饅頭 嚐嚐味道 如果生意不好好做的話 客人就不會來 這東西就是要靠你 要很用心 你像兩位叔叔來 其實都很有壓力 因為他們兩位 都比我很勤快 如果我不比他們勤快的話 那我就很麻煩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來的時候 你像叔叔 他就是來這邊拿麥頭吃 吃完的時候再來拿 對不對 其實這個也是說 叔叔另外一種關懷 就是說你麥頭到底有沒有變胃 你變了胃 他可能會提醒我一下 這是另外一種關懷 遵循古法製作 健康無添加 這個重手感的體力活 是面 揉面 全程緊盯 就連切菜 切蔥 也不放心交給機器 繁瑣的工作無極限 還好轉過身 有四叔的強力支援 鬆了一口氣 機器切沒辦法切到那麼細 這個也是為了好看 也是為了美觀 你做的東西 你本來就要精細一點 你不要 不要拿他隨時避免做 對 你隨時避免做 你怎麼做得好吃咧 他已經退休了 是我把他拉回來了 年金都領了 事實說你是當練生理對不對 當練生理 還有事 幫忙 山東人的麵點種類眾多 每當年節將近 就會端出這個喜氣洋洋的 澡饅頭 慢工細活 一顆一顆靠手工香進紅棗 這叫早花 因為花嘛 許諧音 這是早山 它比較小 它就像做山一樣 我們做這個時候叫小星 而且小星是什麼 那耳朵會亂料 摳出來這個耳朵 小星都拉轉 我們沒有用拉 我們都是用戳的 我把它給戳大 量大一點的時候 大概過年前 有人要訂這一些東西 他們那些比較 就是要禁神 祭祖 他們的 它這個東西就會類似像那種 台灣的那種發糕 意思是一樣的 早發 早發 但是這個東西它 它買回去拜的時候 就是越大越發 然後它可以吃 你也要用什麼 肉包跟這個紅豆包 就有紅豆 饅頭包餡的口味 不外乎是紅豆或是高麗菜 兩個都是鹹甜代表的基本款 將滿煮過後的紅豆 和砂糖拌炒 再加進豬油 增添香滑口感 木耳 然後豆皮 麵筋 高麗菜我們是用拌的 不是用炒的 高麗菜本身它不吸味道 不吸鹽巴 不吸什麼都不吸的 所以你只能靠配料下去用 所以用配料 你要讓它吸味道之後 就必須要先炸 不偷工 不偷懶 就是包家人做饅頭的精神 在麵粉堆裡打轉 以示日常 一折一桿的起落間 雙手柔勁的家鄉情懷 傳遞獨有的鵌村口味